今天呢 主要是要跟大家說 我平時到底是用什麼相機 用什麼APP調色 什麼APES拍照之類的 改之前 然後這也是改之後 哈囉大家好 我是Brizzly AVI 歡迎收看我的影片 今天呢 主要是要跟大家說 我平時到底是用什麼相機 用什麼APP調色 什麼APES拍照之類的 我現在用的是iPhone X 我其實很多都是在用iPhone X裡面的 Photo Portrait 就是人像 然後Square 就這幾個 但是平時會用的是人像 那如果是要有語境這樣子的 或者是調色之類的東西 我就會用 Snapseed VSEO FastTune 2 然後Lightroom 所以最最最常用的就是Lightroom 還有VSEO 那你知道Photrait P圖 美圖 Snow 就是每年三集囉 HoojiCam它的好處就是 你能夠拍到好像90年代80年代那種感覺 現在我就來給大家看看我怎麼調色 先來到了Lightroom 先從Light開始調到你要的亮度 通常在這邊會做一些調色的部分 你看我單單只調了亮度跟那個 Contrast 它就有這麼大的分別 然後Highlight 你有看到Highlight不一樣嗎 我基本上都會把Shadows調到 顯示好了 你看像那個天空啊 快步行的地方會放暗一點 因為已經有Shadows了 所以我的Black也不要那麼重 換17好了 我平常會把這邊的腳腳 右上角會調下一點點 左下角會調下 中間大概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上 有沒有不一樣 開始有Feel了啊 我最近會比較喜歡就是有陽光啊 很暖的感覺 所以我會用就是比較黃的顏色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I would put it in a tan 然後再加一點 Teen 欸這個比較有陽的顏色 我很喜歡Vibrance 因為它可以把一些 比較不明顯的顏色調到更明顯一點 我還會把這個顏色再調低一點 在這個APP 非常厲害的就是這邊 Mix 這個就是調你要的顏色 你看到我嘴唇的顏色 橘色就是專門調膚色的 那這個就下一點囉 Clarity Clarity就看起來有一點油花的感覺 You know 讓它看起來更立體一點 你會一直感覺這個 加一點好像會比較好 這個就是你知道相機每次用的Effect 好 我們在這邊還有一個Split Tone Split Tone厲害 就可以把一副照片變得根本不一樣的顏色 我每次都會把這邊調到淺藍色跟深藍色的中間 我就大概會調這樣的位置 然後Shadows這邊我就會調到黃色跟橘色的中間 但是我都會把它們調到很低 然後Balance這邊就是我會比較喜歡偏多一點 Highlight這樣子 這是之前 這是之後 那現在我們就要進VSCO裡面囉 VSCO大部分是專注於濾鏡 我平時用的是A4、A6、C C1比較少 這是比較銅色的 這是A6 用到最多的是HB1、HB2、M3、M5 這個P5也是非常好看的 這張照片我會用A4就是有一點銅色的感覺 我不會把Sharpen的部分放到很高 我這張照片 Original 跟這樣子 這個是改之前 然後這個是改之後 這個很美呀 這個是我每一次 喜歡調色的方式 那如果大家不喜歡的話 請不要罵我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請大家記得一定要Subscribe還有Like 如果你們不喜歡這影片的話 那也歡迎你們能夠在以下留言 然後告訴我 下一部影片要拍什麼 謝謝大家 拜拜